你如何控制你的表現? 第一輪下來,我覺得沒有太大的出路,只是想慢慢一點追,分數追上去吧。 因為第一輪下來之後,分數差不是很多。 你對自己的成績滿意嗎?你很高興嗎? 這個,還挺高興的,因為我之前是跳台,腳骨折之後,歇了一年多轉,跳板。 然後,板可能還不到半年時間吧,就可以拿到這樣成績還是挺高興的。 哪部分的跳舞,哪部分的表現是最困難的? 5-3-3-5吧,因為我轉體可能會稍微差一點。 第一輪動作可能會差一點,但平時也沒少練,所以就拼命鞏固這個轉體吧。 你以為世界冠軍的表現什麼? 還是,就想,前三應該有吧,因為預賽的時候,自己的水平還沒發揮出來吧。 所以就都可以排第二,那麼到決賽的時候,我只要放開心態來跳, 就前三基本是可以有的,但沒想到是第一,所以很開心。 。 。